在古代中国,女性地位极为低下,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性往往被视为男人的从属或娱乐工具,这时期出现了一类特殊的女性,她们被称为家绩,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男性提供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家绩不同于妻子,妾和妓女,却具备这三者的功能,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中国古代是一个封建社会,女子地位很低,男人三妻四妾在古代上层社会中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而且男人的妻妾越多,说明男人的实力地位越强,平民要是娶太多的妻妾,大概率也养不起。 三妻四妾中的三妻指的是正妻,偏妻,下妻,妻是偏妻,下妻并不是妻,只是一种妾的别称,古代男人娶妻正妻只能有一位,也就是正房,正妻是妻妾中地位最高的,古代后宅的各种家室基本都是正妻来直接管理, 娶妻在古代是很隆重的事情,是要经过明媒证据,八台大教从正门进来的女主人,所以素有娶妻取贤之称,如果娶妻不贤只会闹得家中后院鸡犬不宁,所以娶妻对于古代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妾的地位比正妻低,但也算是被娶回来的。 不过进的偏门,一顶小轿子,各种仪式也很简单,进了门就算娶回来了,而有一类女子地位比切还低,那就是世界,世界通常来讲是跟正妻嫁下来的,也又是男人从外面买下来的,男人娶妻的时候甚至幼甚,但是买这些世界就不用顾虑那么多,只要负责美貌就好了,世界在古代没有丝毫地位,可以被家中主人随意买卖,世界在古代家中通常有这么三种, 并且每一种听着都非常羞辱,根本就没有把世界当人来看,第一种就是当作商品来交换。 这种事情历史上很多的名人都做过,比如北宋大文豪苏氏来说,虽然苏氏满腹经伦,做事做事做文章样样精通,可他卖起世界来也是毫不手软呢。 苏氏曾经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只为山行多贤祖,故将红粉换追风,讲的是苏氏当年赴任黄州的路上,由于没钱买马,只能走路赴任,道路崎岖险阻,苏氏走的是又累又恶,便将自己的世界春娘跟别人交换,换得一匹追风宝马。 苏氏还将春娘比作红粉佳人,也许他对自己的世界有那么些丝丝情谊,但是为了自己不那么累那点情谊,早就被抛出脑后了。 第二个作用就是筹码,事情同样是发生在北宋,同样是大文豪,这次是北宋辞人新妻急,有一次新妻急的妻子重病,新妻急请来明医来为妻子治病,由于妻子病得很严重,明医也不敢保证肯定能治好,所以迟迟不肯医治, 新妻急于是便指着妻子床前的事件对医生说你如果能治好我妻子的病,就让这事件与你共度春宵,医生一看这事件账象甜美,身姿玲珑,当即大喜超常发挥,就把新妻急的妻子治好了,新妻急也信守承诺让自己的事件赔了医生一夜,医生也得以如愿以偿,不过新妻急在妻子床前对医生说的这番话,妻子和事件都听到了,不过两个不同身份的女子, 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第三种就是工具,在清朝有个人叫黄石林的他收藏了一件前朝的古镜,黄石林对其非常喜爱,时不时就拿出来显摆显摆,后来叫一个名叫李宁可的,看到便想出钱买下, 黄石林开始怎么也不肯卖,后来李宁可派出自己最美貌的事件送给黄石林,每日服侍黄石林吃饭睡觉穿衣,最后终于被李宁可的诚意打动,把古镜卖给了李宁可,也许这就叫美人计吧, 从上面的三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世妾的地位到底有多低,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地位,妾虽然地位很低,好歹也是被男人娶回来了,也算是小老婆,而世妾只能算商品,筹码,就是不能算作是人,是可以随意买卖的物件,是有钱人的玩具,古代世妾是非常可悲的, 这也是封建社会的陋习,现代女性地位的提高,这种陋习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了,在会院里面有提及,妾,皆也严格接见君子而不得抗力,这句话表明了妾的地位,他们只有与丈夫行夫妻之事,却没有资质与丈夫一起称作夫妻,而今日要讲的是,比妾地位更低,命运更加悲惨的基地, 他们实际上全是妾,但是没有法律地位,因此他们连妾都比不上,必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家庭成员,要做家务,还需要为主人服务,父子俩同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潘金莲在嫁给了五大郎以前便是本地富翁张大户家的弊,张大户收了潘金莲的第一次,张大户家中大房十分强势,再加上潘金莲为人聪慧,自知是其中厉害, 所以为保的周全,便被送于五大郎为妻来保全性命,比必再低的便是鸡了,鸡一定出身罪人之家,鸡的本意是家人, 而与妾统称妾的鸡,则是指鸡氏,家继,家里养的戏子等,他们大多数是买回来的,也有赠予的和抢过来的,没有人身自由权,地位也非常低,因此鸡在古时候是一种娱乐物品, 用意招待家中客人,开心时乃至给予赠送,当然也是有节列的,被送人就现场壮主而亡, 家继指的是在王宫贵族的府邸中担任歌舞表演等娱乐工作的女性, 她们的唯一作用是工人娱乐,包括身体上的,然而,与切不同,家继没有得到正式的地位, 因为她们只是主人供求娱乐的工具,随时都要参与歌舞表演, 而且相对于外界的妓来说,家继的自由程度较低,这是因为她们属于私人领域, 而外界的妓女则只需要服务特定的客户,家继的生活十分辛苦, 虽然她们不需要承担生育责任,但却要负责家务工作,学习歌舞技巧, 并讨好主人,即使在古代,妻妾的地位也低下,但通常主人不会随意送人或让他们抛头露面, 但是,家继却不同,如果某位客人喜欢某位歌迹,并想要带她走, 主人会是此为一种面子,并大方地将她送给客人,这暗示了他们只是物品而已。 最早出现的家继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书中,在早期, 吕不韦曾大量养家继以供自己消遣,后来又将这些家继作为礼物送给了秦国公子, 自此之后,豪门贵族开始养家继成为一种习惯,同时,家继的职业风险极高, 一旦在歌舞表演中出现差错,让主人丢脸,惩罚轻则责骂鞭打,重则丧命, 这显示了他们地位之低下,幸运的是,随着隋唐时期朝廷出台法令规定家继的数量, 家继职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例如,唐朝规定三品官员以上的人不得养超过十名家继, 而五至七品官员只能养三名这一名家继,这旨在防止官员贵族之间的攀比风气, 然后,自元朝以后,官继大行其当,而家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家继的遭遇,历史告诉我们,他们身处极低的社会地位, 被当作财产和娱乐工具,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不公, 这是古代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显著例证, 在中国古代,自从进入父系社会后,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 甚至一度沦为工具,在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社会里, 女子因为妾制度的存在,彻底失去了社会地位, 在当时,女子的缺乏天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有几件事男人可以做,但饶民做不到, 比如,在古代,男人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到北京参加考试, 以获取名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女子去北京考试, 男人也可以一付多期,但女子只能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到最后, 不管男人对他有多恶劣,他都没有权利反对, 如果你想离婚,很简单,只要让男方写一份离婚书就可以了, 虽然他可以拿着离婚证娶自己的妻子, 但他还是娶了一个亮眼的媒婆,在家里有一定的地位, 除了妻子之外,如果一个男人出身于富裕家庭, 他还可以娶几个小妾,这些妃子都是在正妻之后才被引进的, 一个男人无论多么喜欢小妾,只要有正妻在, 他的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取代正妻, 即使在皇宫里,后宫三千家历,也得听从皇后, 虽然小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如正妻, 但是那切也不是随意的,也是有一些限制的, 在清朝,皇子最多可以拥有四位妃子, 而皇子则最多可以拥有十位妃子, 虽然这是成立的,但是一些达官贵人, 还是会想尽办法霸占自己喜欢的女人, 如果你喜欢她,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她, 俗话说,上有正策,下有对策, 既然不能对妃子大惊小怪, 那就得好好想想如何侍奉她们了, 妃子虽然也是妃子的一种, 但是她的地位和妃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且不需要办理正式的结婚手续, 也不需要制作任何文件, 花点钱送她回家吧, 除了花钱买小妾之外, 朋友之间也可以赠送小妾, 这些妃子的背景普遍都不是很好, 其中大部分是能歌善舞的女子, 她们靠音乐, 气, 书, 画, 歌, 五等方面的才能谋生, 古代唐朝的经济非常发达, 上至王宫贵族, 下至地方酒品, 都盛行那些, 除了照顾主人男人的日常生活外, 小妾还会提供其他几类服务, 这三种类型中的每一种都让人害怕, 甚至让人想吐口水, 第一类, 用于交换, 历史上, 男人用妃子换物品的例子有很多, 而且可以交易的物品种类也有很多, 范围从古代参聚到有一定价值的收藏品, 书画, 服饰等, 如果主人想交换双方的东西, 如果主人觉得这笔交易很好, 他会毫不犹豫的进行交换, 唐代诗人张继不仅诗文好, 而且还喜欢赏花, 养花, 每当他听说, 有人有珍惜齐花一草, 他就会去看花的美丽, 他在朋友家又看到了山茶花, 他非常喜欢的, 想把它带回家, 每天都享受的, 他想和朋友们交换很多东西, 但他们都没有同意, 最后, 为了换取这朵山茶花, 他的妃子送给了他他最喜欢的柳叶, 可见, 当时妃嫔的价值相当于一个花盆的价值, 可以随意交换, 第二种, 用作礼物或赌注, 据记载, 五朝时期, 无果延续为相, 尤其是他家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剑, 他不仅在外表上脱颖而出, 而且他的舞蹈和歌唱都是一流的, 这是普通歌手无法比拟的, 与他同朝为官的同僚唐号, 有一条犀牛带, 也是天下第一, 这两个人都渴望对方心爱的东西, 却又不愿意交换东西, 他们应该做什么, 终于有一天, 两个人在一起喝茶的时候, 约定打赌, 输的人赔钱, 只买你喜欢的, 根据协议, 双方玩了一款名为呼噜的游戏, 最终, 唐号获胜, 成功将美女带回来, 另一方面, 延续失去了妻子和士兵, 第三种, 作为服务工具, 虽然这个妻子的出身并不好, 但是至少他的容貌和气质都非常出色, 相传清朝时期, 一位收藏家收藏了一面东汉铜镜,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但这面铜镜依然完美如初, 收藏家精心保存了这面铜镜, 担心会出问题, 他手上有一面汉代铜镜的消息传开后, 当地一位名人想出钱购买, 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无论出多少钱也不会卖, 最后, 买家安排了一位美丽的小妾, 日夜侍奉收藏家, 美丽的妻子最终成功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一面铜镜, 妻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虽然都是女性, 但是地位却没有欠那么高, 她们不仅要照顾主人的生活, 还要在主人需要的时候充当交易的砝码, 真是为这些美丽的女子感到难过, 你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男人的任何要求你都必须遵守, 因此, 古代社会的妾制度是一种极其残酷的产物, 的仅仅仅违都是一种极其的的, 让小妾带来打坐, 小妾带来打坐, 小妾带来打坐,